- 貪刊市前推出恢復原住民族民四合一便利登記引起全國關注 市議員蔡玉芝對此舉表示肯定 不過原住民證明仍然困難重重 包括字數過長登記被刁難 强迫使用汉字登记发生的音译困扰等 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叫人家登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祭祀栏后面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合理吧 还有要恢复竹民前需要先回到原户籍地登记办理也造成很多不便 蔡玉芝呼吁市府应该要发挥直辖市的格局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原住民的姓氏确实在各个族群有他不同的文化跟背景 他的取名的方式 那超过15个字以上的是可以用手写的方式 那因为是受制于现在电脑上面的一个复籍资料登载的规范 不过我们也在这个过程感谢跟蔡玉芝议员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跟沟通 我们也从中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在积极的透过这个寻求修改法令的方式来做一些解决 蔡玉芝期望台南市长能带头做领头羊 让台南市成为原住民福利最好的城市 记者周振宇冯一琪台南报道